第1153章 鸡飞狗跳的云星海域 在云星海域无尽的海域之上 浩浩荡荡上百万的盗兵军团横扫而过 所过之处 各大势力无不纷纷侧目 纷纷都像是见了鬼一样的看着 这由三支盗兵组成的军团 浩浩荡荡 像是要征伐向未知的方向 这不是光明洞 归原门还有海龙府的盗兵吗 天哪 怎么三方联手行动了 难道 人类方面要有什么大行动了吗 有海族的高手看到这一幕 很是疑惑不解的说道 虽然同样都是霸主之一 但是相比起海族的霸主来说 人族的霸主 毫无疑问 要低调的多了 也很少会像海族霸主一般 动辄抄家灭族 一般有盗兵出动 那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了 更何况是这么多的盗兵联手了 上百万的盗兵军团 足以将整个云星海域都推平了 就算是海族的某一个霸主 也是根本不可能挡得住的 就算躲进了祖地之中 恐怕也难逃一死 当然 这样的话 这些盗兵军团也一样会损失惨重就是了 而能够让三大人类霸主 出动这么多盗兵的 除了同为海族的霸主的对手之外 那就是有外敌入侵了 也就只有这种可能性了 如果是有外敌入侵的话 那么恐怕就不仅仅只是如此了 他们也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收不到 要知道 基本上整个云星海域之中的势力 都是依附于这六大势力而生存的 也就是说 如果真有外敌入侵 他们肯定也少不了会被征召大量的高手 连势力之中的盗兵 也都要被征召而去 少不了要被荡城炮灰 但是既然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传出 显然应该不是外敌入侵 但是如果不是外敌入侵的话 难道人类方面要和海族开战了不成 如果是以往的话 横行霸道灌了的海族 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念头 人族要造反 借他们一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这么做 因为虽然人族同样有三大霸主 但是实际上 在整个云星海域之中 海族的势力 还是要在人族的整体实力之上的 他们的生存空间 也比人族要广阔得多了 人族只能生存在 云星海域灵星的岛屿之上 远远比不上那些海族 整个海中无尽的空间 乃至海面上的一些岛屿 都被他们占据 成为繁衍生息的地方 所以人族的力量一直都比不上海族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 同样是三大霸主 人族霸主 却比海族霸主要低调的多的原因了 事不如人 理当如此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云星海域之中 力量的变化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随着近百位法相境的高手 在叶西文手中的陨落 海族的势力 遭受到了一个惨重的打击 上百位法相境的高手 几乎已经占据了海族之中 法相境的高手的半壁江山了 这一口气的损失掉 海族不说是元气大伤 其实也是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可说是云星海域之中 海族最为虚弱的时候 人族趁机要做点什么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想到这里 顿时许多海族都惊悚了起来 如果虽然三大霸主 对于海族来说 那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 无论是大大小小的势力 都要或者直接 或者间接的受到他们的剥削 但是同样的 三大霸主 也是他们的一个挡箭牌 庇佑着他们的生存和发展 而如果没有了三大霸主 那整个海族之中的形势 就会发生最根本性的变化 尤其是他们都看出了 这上百万的盗兵军团 居然是朝着 绝影独恶族的老巢的方向而去的 这更是让人族 要和海族开战的说法喧嚣沉上 在这上百万的盗兵军团之中 许多人都感觉到了 诸多强横的气息 有许多熟悉的法相境的高手 也出现在了其中 更是坐实了这个说法 除非是想和海族彻底开战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会出动这么多的恐怖高手 这个时候 整个云星海域上上下下 都是一片鸡飞狗跳 尽若寒蝉 许多势力都一下子增强了 属于自己的防卫 开始召回在外的族人或者门人 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霸主级别的势力打架 那都是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他们根本就不想参合到这个事情里面 六大霸主之间 他们无论怎么打 那都还是六大霸主 只要他们小心 谁能让他们没落 但是他们这些势力 可不比那些霸主级别的势力 哪怕就算是一流势力 在霸主势力面前 那都是炮灰和浮云 一旦真发生了两族大战 他们能够置身事外吗 这么多年来 两族没有发生族战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人族方面不得不容忍 容忍海族不断侵占他们的生存空间 以换取增加实力的时间和机会 当然 也有一些海族根本就不在乎 他们这是去找死 绝影独恶族和独炎龙族 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我海族的两大霸主 哪怕是真的没落了 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欺辱的 更何况 仅仅是死了一些法相境的高层而已 他们还有庞大的盗兵军团 阻地之中 更是有无数的法阵 想要攻进去 真是妄想 不做好同归于尽的打算 那是想都不要想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事实上 也确实如此 这六大霸主之间这么多年的平静 虽然有一些小摩擦 但是终究是没有发生族战 哪怕是之前 发生了叶熙文屠戮两族 年轻一辈高手的事情 闺元门最终和两族 还是没能打起来 其真实的原因 就是两族相互忌惮 相互之间都不敢随便开战 或许击败一个势力不难 但是要想将之彻底覆灭 却是根本做不到的 而一旦这个势力没能彻底灭掉 打蛇不死反被蛇咬的事情 他们又怎么会不知道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想的 这支上百万道兵的大军 还是浩浩荡荡 征伐向了绝影独恶族的老巢 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海族众人 是草木皆兵 就连列天经一族 这个时候也是一下子 惊绝了起来 云星海域这么多年保持着平衡 很大程度上就是六大霸主之间的平衡 虽然这其中呈现着海族强 而人族弱的局面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平衡的 但是一旦这支人族的盗兵 军团灭掉海族三大霸主之中的其中任何一个 都会导致这个天秤失衡 列天经的高层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情 他们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毕竟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是属于海族的一份子 不过他们显然没有估算到这次战斗的情形 在他们看来 就算发生了霸主级别的战斗 那也没什么 这种级别的战斗 没一个很长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分出胜负 甚至可能会持续几百年 上千年都是有过的 并不急于一时 等到得到准确的消息再出动 也来得及 到时候无论是加入哪一方 都是绰绰有余的事情 只是他们根本就错估了这一次的战斗的情况 根本也没有存在那种长期抗战的存在 在百万道兵军团前列 归原门门主一马当先 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在远处还有海龙府府主 还有光明洞洞主 这同为人族三大霸主的顶尖高手们 在他的身后 却不是那些长老团 或者是位高权重的太上长老 而是裴星辰 已经跨入了法相境的裴星辰 几乎已经被所有人都确定 会是归原门的下一任门主 其他的几个原本是他的对手弟子 也都在他顺利跨入了法相境之后 就被淘汰了 双方之间根本不能比较 他们之中有几个都是几百年前 甚至是上千年前的归原门的京士天才 但是他们在初期的京士亥俗之后 现在都还在半步法相境后期巅峰徘徊 迟迟没能度过天节 哪怕是对于天骄来说 度这法相境的天节 也是一件噩梦一般的存在 本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裴星辰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候选人 在他的之后 归原门还会培养几人年轻一辈的翘楚 然后从这将近十个人之中 选出一个将来成为归原门的门主 那个时候 即便是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 也就只会是两三千岁 相比起他们上万年的寿命来说 还正处于最为辉煌的巅峰的状态 还可以平稳的执掌归原门上千年 不过裴星辰这一次算是一个意外 居然率先跨入了法相境 这下子掌门的竞争 几乎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悬念 只要裴星辰不陨落 下一任掌门就是他 甚至归原门门主都已经想好了 只要等到这次的事情解决 将两大霸主一口气解决 那么剩下的就是将位置传给裴星辰 在队列之中 裴星辰的位置 仅次于归原门的掌门人 天威 我在前面感觉到了天威滚滚 有人在渡天节 归原门门主皱着眉头说道 眼看着快要到绝影独恶族的祖地了 居然感觉到了有人在渡天节